Janet帅金融主持湘婷,搭配入主《封台湾》三人跨身全台最红女子团体。 《封台湾》系列节目首次打破以往形态,从世界各地还选出十组从未出国过的首游客,把他们第一次的出国经验献给台湾。 主持阵容也升级,十几年来首度祭出主持心血。 一姐Janet化身指导员,带领十妹大佩,湘婷与十组第一次出国就献给台湾的国际旅人上山下海,一同完成各种封台湾挑战。 三人也化身台湾最红女子团体TLC出席封台湾手游节目首映记者会。 清团相受主持片部,又精通中,英、台、西班牙、法语等多国语言,担任过奥斯卡红盘访问的Janet,没想到却在首映时遇上棘手难关。 师妹大佩潜水职业并上身,自讯为台湾海洋大使,反被众人吐槽,有先经过观光局同意吗? 向Janet发起斩贴挑战水语,现场你来我往比手画脚,各种超夸张的肢体动作,令Janet崩溃直呼,OMG。 这比跟我家宝宝对话还难。 大佩,湘婷死命党Janet镜头,誓言要干表师姐Janet,把Janet丢到泳池去。 封台湾首游十足首游客分别来自不同国家及文化背景,Janet,大佩,湘婷脚尽脑汁, 依据美组外国友人的专长及兴趣安排台湾深度之旅,一同穿坐大街小巷,挖掘在DMX时,体验台湾特有文化,摄影团队甚至远赴台湾离岛拍摄绝美如仙境般的水下生态美景。 Janet这次升级关注,收游客一抵台就得面对Janet出的难题, 必须在限额十万元的旅游基金内,透过大佩或湘婷的协助,完成任务。 不仅如此,收游客也必须自己认真做功课,查询观光APP,并透过脸书直播等方式, 请台湾网友推荐行程,自己规划圆梦之旅,让这套第一次的旅程更加难忘。 随主TLC封台湾系列迈入第十三个年头,原老级主持人Janet也笑称, 封台湾记录著我从少女变成女人,一直到现在都当Egan的妈了。 但也表示,只要对每件事物都保持一颗疯狂, Catown的心,不管到几岁,都还是能像从前保持最初的热情, 放手风一挥就对了。 而对于首次加入封台湾手游的新生代主持人大佩与湘平, 他们与手游客们碰触精彩火花,令人印象深刻。 两人直说,其实我们的心情也和首游客一样, 对于全新未知的事物既紧张又感到期待, 我们都方超开,百分百发挥封台湾的精神和首游客们一起封台湾, 更让他们爱上台湾,舍不得回家。